高希庆对政府监管部门要有足够的制约 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凤凰网财经训大变局时代如何把握趋势 穿越周期12月12-13日 由凤凰网主办凤凰网财经承办的2021凤凰网财经峰会 在上海举办 本届峰会以趋势与周期为主题 一系红旗为战略合作伙伴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红篇讲席教授 政监会员副主席高希庆 在全球经济复苏与经贸关系展望分论台上表示 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的作用 建制度不干预 凌容忍九字方针理不干预 指的就是市场化 但是让市场能起作用的基本前提 是要有法治的基础 如果没有法治的基础 没有法律的建立和对法律的严格执行 市场因为内在的问题 有时候会失灵 造成各方博弈力量的不平衡 造成某些个利益集团的损失 使市场化的进程受到阻碍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去平衡这个关系 他表示 监管部门之所以能做到零容忍 是因为监管部门有政府所赋予的权利 不管是类似警察系统可以查账 抓人等权利 还是调集各种政府资源 对市场进行监督的权利 但这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以色监管部门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可能把市场上所有的利益机制全都看住 高悉庆举意 在以前的机制里 由于监管部门有资源配置的功能 进行各种审批 准许人们进入市场 有阻挡人们赚钱 也有赋予人们赚钱的能力 这就是这几年所说的负面清单 和权利清单的概念 负面清单是只要政府没有明确说不能做的事情 市场都应该可以做 这是市场的功能